哈嘍,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今天的继续我们的厕所塔房啦,各位,我们的一年一度万圣节又回来了 啊,我们这个厕所塔房万圣节更新了哈,各位可以看见这个万圣节周围呢,啊,非常的有这个万圣节的气氛,我好像讲废话,啊,反正就是呢,啊,一进来可以感受到万圣节的气氛了,然后这个蜡烛是假的,我挑上去都不会被烫到这样子 啊,如果会扣血的话就非常的真实,哈哈哈哈,啊,然后这个万圣节活动呢,啊,一样是多了很多新的单位哦,相较去年的万圣节哦,我觉得改进了非常多啊,哎,就是整个规模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呢,啊,就是呃,制作建模的部分啊,有进步啦,啊,我是觉得有进步啦,可能是他们有请新的建模师的关系啊,才会差这么多啊,我想这个新的建模师应该是这一个吧,啊, 啊,叫做游泳池这样子,啊,这个应该就是新的建模师,啊,然后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啊,我们去年的万圣节是什么样子哦,去年的万圣节呢,是真的跟现在的比起来差非常的多哦,那个地图啊,哎,差真的超多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啊,他们是有在进步啦,啊,只不过就是,啊,还是一样啦,啊,平衡做的非常的差就是了,啊,然后记得那个时候,好像万圣节是堕落摄影师嘛,那这一次呢,啊, 就不是堕落摄影师了,我记得那个时期还没有神圣单位,这一次的万圣节就有神圣单位了,好不好,我们待会呢,就来实测给各位看,啊,那我们呢,先来看一下作者的日志,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实测的这个,四个单位的能力到底是如何,好不好,好啦,现在我们来到了作者日志,啊,这个万圣节活动更新,万圣节主题, 然后还多了这个等级单位啊,这个我们之后再测吧,目前应该还没有人满等十等啊,应该是非常的少数啦,所以到时候再看交易所有没有人摆,我再看要不要拍好了,啊,因为毕竟这个等级是蛮麻烦的,没有办法马上拍给各位看啊,这就略过了,好,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要来测这四只啊,万圣节的箱子,啊,这个2024年万圣节的箱子,有四个单位,首先第一个呢,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怎么念啊,这个,他居然没有翻译完成,哎,这个叫做什么,诡计的,诡计的什么,啊,诡计,台语的瓜子,是不是,诡计的什么摄影师,管他的,反正他是罕见75%,他是一个农场,哎,然后呢,摄影师的房屋之间穿梭收集糖果,他也是一个商人,会把糖果拿去卖钱,所以他很有可能就是像我们那个,呃,印表记,摄影师的房屋之间穿梭收集糖果,他也是一个商人,会把糖果拿去卖钱,所以他很有可能就是像我们那个,呃,印表记,摄影师的房屋之间穿梭收集糖果,他也是一个商人,会把糖果拿去 摄影师,哎,印表记,泰坦一样,就是时间到就会换钱,这样子,啊,跟我们那个美波拿钱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来是无头的,音响人,史诗级20%,啊,这个演讲者失去了头,所以他骑着,呃,演讲者马,狩猎,厕所,无头,人家是无头南瓜,他是无头音响人,啊,他会向前冲,射程相当不错,因为他有一匹马,他还获得了一个摄影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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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 摄影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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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然後再就是我們的神聖單位葛德里啦 0.5%這次還蠻佛心的0.5啊 之前的墮落好像是 0.1的樣子 所以他才會這麼貴喔 然後這個葛德里叫做女巫攝影師 這是一個非常多才多藝的支援單位 他釀造了多種藥水可以起到很酷的作用 他有以下 機會投擲每種藥水 第1個50% 酸藥水造成建設傷害5次滴答造成10%的建設傷害 什麼叫5次滴答 每5秒吧是不是 然後再48%的減速藥水 使飛劍半徑內所有廁所減速50% 每集也會增加喔就是會增強就是了 然後再是傷害藥水這是1% 對所有 擊中 對所有擊中的廁所都會 吸收高達50%的額外傷害反正就是傷害會多50%就對了每集也會增加就對了 好最後的1%是死亡藥水 普通的 劍度傷害的10倍 反正就是傷害會10倍就對這跟那個之前聖誕禮物人很像啊 有一趴的機率會丟出一個超高傷害這樣子 然後剛剛老頭有稍微想了一下哈原本預計今天這一集是要測這4隻單位但是由於這個更新的數量呢 啊我又不想要拆分這麼多所以呢老頭打算把這個 吸血鬼攝影師也就是萬聖節等級10的這一隻啊 把它給加進來 好那由於呢這一隻目前呢啊非常難獲得因為要練到10等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去交易所翻了也沒翻到 好然後呢也去我們的這個 呃YT社群呢也詢問一下有沒有人有這一隻 徵求一下 結果呢啊 有人是說他有了但是呢 呃每次問了之後呢人都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啊我就我就問說可以方便借個ID嗎我去找你 對不對結果呢人都不見了 啊我每次呢只要在這個社群裡面借單位啊 都很常發生這種事情 啊讓我蠻困擾的 啊所以呢啊我看還是算了就 不要去奢望可以在社群裡面借到單位吧 我現在唯一的最後的一個方案呢 就是呢這隻吸血鬼攝影師吼 我們去鵝鵝鵝州吧這個是最壞的打算啊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吸血鬼攝影師他的能力吼 他這邊寫說這個吸血鬼渴望 呃廁所的血液 每次這位攝影師衝上前攻擊都會有5%的機率化身為你的盟友 我吸血之後變成同盟就對了 僅限於1m力量以下的廁所力量等於基礎生命值乘以速度 好這個 這個戰力指數呢好像據說之後才會更新 有顯示的樣子現在是沒辦法 沒辦法有個參考啦所以這個其實我也不懂他的遺言以下到底是哪些廁所 好啦反正不多說了馬上就先去看一下吸血鬼攝影師 各位 各位我們現在呢終於刷出了我們吸血鬼攝影師吼 我現在馬上來放一下吧 看一下怎麼做攻擊的 結果他的攻擊是這個樣子 完了我覺得我塔要爆了 怎麼辦 我的塔快爆啦 有沒有可以拯救我的塔的單位啊 這支吧是不是 這支可以召喚塔 對對對對對 啊勉強得救勉強得救 啊二龍太坦了先算先不要吧 啊我們終於得救了直接跳過 啊現在900多塊我們這個吸血鬼呢身上需要花1000 啊不過太遠了好像有點 有點打不太到的樣子耶 哎有一個錢塔 錢塔放這麼多沒問題嗎 還是我們要再弄一個吸血鬼出來啊不然真的太遠了 場面有點尷尬 終於說到吸血鬼啦我的天啊把你給放在這個地方 OK我們現在可以開始看一下能力啦有錢又有吸血鬼超棒的他說會5%的機率轉化成盟友 啊轉化成盟友啊我是沒有看見啦 不過沒關係先給他升級一下看一下外觀好了 花個1000塊加6000傷害 呃好像多了一點帽子是不是要帶一個帽子蠻奇怪的再花個3000加15000的傷害 哎然後呢外觀沒啥變再花個4500 啊加25000的傷害 哎他都沒有加他都外觀沒變 他吸血鬼的牙齒跑出來好好笑喔 攝影鏡頭下面有兩個牙齒 啊傷害還蠻高的啊傷害還蠻高的 再花個6000 啊我們錢不夠了 啊我們錢不夠了不過有了這一隻就就好打很多啦 哎好打超多的 對啊 以後我們有6000塊的升上去加3萬 呃外觀 一樣是沒啥改變啊 他到底幾等啊現在還在等級還在提升呢我的天啊 有了升級 哦這最大等級了秒傷是12萬 1秒打12萬啊 然後他的能力其實就是衝過去做攻擊啊 哎我覺得其實蠻普通的 然後呢他說他可以製造 盟友我倒是沒看到他製造什麼盟友啦 對完全看不出來他的盟友都去哪裡了 5%的機率有這麼的低嗎他都打了不知道幾下了 好然後你現在所看到這個呢其實是我們的磚頭人召喚物喔所以跟他 他的吸血鬼完全沒有任何關係啊完全任何一點關係都沒有 啊然後我沒有看到變成盟友的部分 哎這就是我們的吸血鬼攝影師等級10的啦 好不好等級10的啊 啊那他沒有召喚那就算了啦看看就好了我們現在趕緊來看一下萬聖節箱子裡面是個單位吧 好啦各位我們接下來要來實測這四隻單位了吼那在下面這分別是我們的什麼鬼祭攝影師前塔 然後他的收入超級少哎 他的收入只有200我覺得我應該要再帶一個錢塔不然我就爆掉了 我覺得我應該要帶那個磚頭人前塔 然後再就是我們這個無頭的音響人 無頭音響人建設傷害秒傷是25000還蠻強的 啊450塊錢 再來是我們的惡魔電視人 啊35000傷害秒傷啊然後AOE這樣子 再是我們的女巫 攝影師 啊巫女攝影師啊都可以啦他有飛劍傷害還有緩速 啊然後呢秒傷是1111100 啊11萬1000啦11萬1000 放出來要5000怎麼那麼貴啊這隻單位 造價這麼貴的是嗎 啊然後我們再來放一個錢塔好了啦 我們放那個我們之前那支神話錢塔 好啦一開局我們就先趕緊的把我們這個 傳說級單位的電視人惡魔電視人先放上來好了因為他比較便宜喔 哎另外一支要450我覺得先放這一支好了而且這一支有AOE 啊非常適合來做一個開局 啊只是前期呢就是沒有錢就對了 哈哈 啊我們有錢來放一下 啊這就是我們的惡魔電視人啊做的還蠻帥氣的就是了 啊他連這邊也打得到 啊非常的棒 太棒了一開局我們就穩了 穩如泰山 啊現在放個錢塔錢塔放起來 啊這支也可以放了 啊這這麼小一支啊 啊這支 哎這支可以放這裡 這麼小不隆東 可以放斜的 哎放這樣子看一下 啊據了解呢 啊這個說明啊這個說明他有說好他好像會賣糖果嗎對不對 每過每過30秒賣一次糖果這也蠻好笑的 對啊花個500塊他會減 支付時間 還會減CD啊 減CD又加錢錢是嗎 再花個1000塊 哥 你放個 你怎麼突然剛剛翻跟董啊翻跟斗啊我的天啊 啊嚇到我都語無倫次了這樣子 啊再花個1000塊 啊又多了一個那個他那個一箱一箱的那到底是什麼房子嗎 不給糖就搗蛋是嗎 他跑去要糖果這樣子 啊敲爆人家的房子快給我錢快給我快給我糖果這樣 再花個1500 啊身上去四棟房子啊 啊再花個2000 啊越給越多可是我還是覺得很少就是了 啊給多少給150快哭了 啊滿等了 滿等了 滿等了就這樣子 而且他滿等了是不是帶個面具啊我如果看到他帶面具這面就好像那個 骷髏面具是不是跑去要糖果你看 要不到糖果就翻跟斗啊這什麼鬼東西啊 來趕緊剩下哎哎哎哎這隻比較硬要要要升級要升級了 升級看一下 外觀有沒有改變沒改變惡魔角 有惡魔角原本就有嗎 喔他會拿那個三叉緊攻擊喔 升級之後才會有的是不是 再花個2000 呃外觀哎呦多了一個惡魔尾巴 我這麼兇喔 我還蠻喜歡他的那個外觀設計啊做得不錯 這個惡魔電視人鐵定是那個第三位創作者做製作出來的絕對不會是艾文也不會是我們的那個綠色的那個綠澡頭作者花個3000升級 啊外觀沒有什麼變啊不過傷害應該有提升OK非常好繼續升我的錢塔 這個等級升到等級5外觀也沒啥改變啊 哎也沒啥太大改變 他這個翅膀不是翅膀啦他這個惡魔尾巴跟這個三叉緊 啊出來了之後呢啊這惡魔的這個叉子出來之後呢 外形就定定型的這樣子 升級 啊這最大階段了啦 最大階段秒上是三萬五 哎非常的op 哇這個沖好快哦這怎樣 不過沒關係 啊被弄死了我們現在呢馬上來看一下無頭的音響人 來放一下 直接衝過去撞 無頭音響人他這個馬的頭是音響音響的那個頭也超好笑的這在搞笑的吧這個單位 啊秒上是兩萬五然後有建設傷害啊 然後我們花個五百五升一下 哎多了啥實在有點看不出來啊 再花個六百 外觀都沒改變再花個三千 啊花個三千開始丟南瓜了 啊開始丟南瓜了再花個三千五 最終階段了啊會丟又會撞這樣子 非常的強悍 笑死哎 好啦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我們這個神聖單位就是賣掉好了這隻有點礙事 來 屋女攝影師 放 丟藥水啊 喔 狂丟藥水 這怎麼有點像的minecraft這樣子啊 啊而且這個特效做得不錯這個 這個光的特效很棒啊 對啊 然後綠色好像是賭吧藍色是緩速的樣子啊 超猛的 然後我們再花個兩萬升級 看一下 兩萬升級外觀沒啥變 哎他下一個升級就要七萬五 這個跳躍也太大了吧 啊該不會升個三等就滿等了吧 哎對加8萬6哎 啊他這個單位是來不及做完是不是 太扯了吧 然後現在老頭呢只有看到綠色瓶跟藍色瓶啊一個緩速一個毒嗎 怎麼沒有看到他說的那些一趴 還是說要等到七萬五升上去滿等才會出現那個一趴 我覺得有可能哎 那我們等一下拭目以待哈 七萬五升起來我們來看一下外觀啊 外觀被藥水擋住了升下去 外觀沒變 外觀沒變但是我沒有看到一趴藥水 說好一趴的藥水呢我們把電視人給賣掉好了我們來看一下的威力啊 現在傷害都由他來 由他來製造啊 好啦各位第50波了 啊 在我的監控之下呢我還是沒看到他一趴的瓶子 看來是只會藍綠了 啊那個一趴都是假的都是在騙人的 哈哈哈 啊又或者是他有丟出一趴啦確實啦但是呢 啊怎麼講這一趴呢好像就是 啊不會顯示出來這樣子沒有圖案這樣 好啦打完了我們可以走了 終於啊我們終於實測完畢了 這四個萬聖節的單位以及就是這個吸血鬼 攝影師啊不怎麼強然後又要10等級才可以拿到真的是還蠻麻煩的就是了 而且呢他的那個5趴機率到底是怎樣我都沒看到 有那個馬桶 為我們作戰呢 都沒看到呢 不知道是為什麼可能是BUG沒修好也說不定吧 對啊然後老頭下一集沒意外應該就是這兩個單位 再配上我們的那個什麼 啊一個新的箱子的單位 啊一個新的箱子的兩個單位才對 啊大概會是四個了好不好 哎就大概是這樣子吧 好啦那今天就先到這裡結束啦結束之前呢我們來抽獎好了抽什麼呢 那當然是抽我們的新神聖單位啦 就是我們這一只啊 女巫攝影師 好不好這只女巫攝影師 女人呢啊他是個女人 啊我們就把它抽出去吧怎麼抽啊非常的簡單啊 只要喜歡呢達到1000以上好不好這部影片的喜歡達到1000以上 並且按下訂閱加小鈴鐺以及在影片下方輸入你的遊戲ID 啊以及小隊老頭說的話不要複直貼上這樣就有參加資格了知道嗎各位好啦我們下一集的廁所塔房再見了下一集再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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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